波子強不在,就是阿冬 我們就可以說一下波子強 波子強就是阿冬嗎? 對,上個星期六 我們就去假坐觀塘的某一個工廠大廈 就是會所 吃了阿冬為我們炮製私房菜 那一晚我們一眾嘉賓 一眾好友都吃得很開心 雖然下大雨 好了,講一些菜之前 阿正,其實你有沒有吃過阿冬煮的菜 有,他以前在觀塘另一道的時候 都有吃過一次 你有吃過的,之前 那你之前覺得那個食味是怎樣 好吃的 我就想說一下阿冬哥的人生舞台 阿冬,今年46歲 他應該75年出生,46歲 他在香港大學畢業 他做過廣告公司 我認識他 他做過廣告公司 做過網台台長 以前低族頻道的時候他做過台長 也有些做過自由贊稿人之類 也有很多身份 舞台劇 對,舞台劇 他經常搞舞台劇 雖然他演技我覺得很喜歡裝飾 但是我自己覺得他沒有什麼魅力 他舞台劇那個元素都打到他做節目角度 你看他的動作,講話,語氣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魅力 我那天吃完他的食物 我都說我那天是去挑的 一會兒我才講 要挑的食物 今天我們一盤生意來說 但是阿冬的食物是好吃的 是值得去吃的 有沒有精益求精 永遠都可以精益求精 正所謂文無第一 無無第二 那煮食算不算沒有呢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作為食 大家記住 食家和食客不同 我們用食客身份 但是呢 今次我是用食家的眼界 因為我當作一盤生意去看他們煮食 其實那個食家和食客 是兩件事 如果你能夠給到食家都招呼到 食客就一定沒問題的 但是你在生意上面的計算 就真的有辦法計算了 你怎樣去招呼食家呢 但是呢 以香港的富裕度 和以阿冬的手藝呢 他是絕對應該做到食家級 收貴一點 沒有問題的 一會兒我們才講他的產品 他某一兩樣東西呢 就是我自己五十幾年以來 吃過最好吃的東西 不是之一 是唯一 一定會有人說 那是angen髒吧 我父母 可能是 但是我沒有吃過 我吃過的 他其實是第一 Case 只是憑這東西 就是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喜歡 他自己喜歡才可以 我覺得阿東在 copy 過去的四十多年內 他選錯了一個人 up 第五體 其他事情不要說,只是那一味我講那一味 我想你知道我講那些味道,你猜到 但overall,它是好吃的 但那天我們不是吃得太多了,好想飽 我回去飽得到,我等到第二天,我站起來都不肚餓 你飽不出奇,我飽也不出奇 連亨你都叫飽,吃到八成的時候 你知道他這傢伙打火鍋,那些肥牛啊 三口,三柱,吃得了 我們飽得到,還要帶走些食物 我講一下,我們一會再介紹冬的食物 我先評論一下,那天的菜單是特別為我們做的 有醉鮑魚,煎大虎蝦,蝦多士,清湯腩,澳洲銀針粉,紅燒雞絲大歐廁 燒頂甲,冬季燒頂甲,和椰汁蛋白爐 我們逐樣去講一下,出場 不過最後是有點變的 這個醉鮑魚,我相信大家之前也在買過來吃 這個是用南非的醉鮑魚 老實說,這個鮑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有雪藏,還是更加用心 或者是進步了 它是整個系列進步了 比之前我們在賣的都是去做的 好吃了,不止一倍 它的酒調得更純一點 是的,無論鮑魚的質地 飲得很舒服 這個菜,鄭蘭你經常出家吃飯多 這個菜,這個南非的凍鮑魚 外面一個收不收到你80-200元 還是不止? 有一隻 一隻 最便宜是80-90元 即是80-90元也有一隻 大家記住價錢 是很好吃的 這個鮑魚 如果你要挑 如果你要再推一格 我就不會出這隻鮑魚 這隻是大隻的 大隻的 簡單來說 如果用我們的南非鮑魚 又會再進一步 會更正 一定更正 那隻會更彈一點 是的,我就是 它也是用新鮮的南非鮑魚 但是我們那隻 即是急凍負60度 是更正的 它這隻 是鮑魚心不夠彈 是 因為它沒有試過我們那隻 是 其實就再高一格 這些就是我可以挑的地方 大家看到那張相片 即是碟 那個光澤其實是不夠的 既然我看完它現場 就知道那些地方是這樣的 我都沒有去追求到 其實它的裝潢不是那麼漂亮 到那麼緊張的時候 追求到那麼極致 其實我吃的私房菜多 這些碟是要追求的 色澤不夠光澤 我會 那些芫荽的 你不要的 芫荽頭的水 灑到那些碟邊 右盒右綠 那兩體是西方的做法 另外你看看那個抹碟 還有滴汁在那裡 這些我們不特別推 好,再去 這個滷味 我上次說過 那些豬肉是可以出的 那些人都說很好吃 原來豬肉 原來豬肉 是放得不夠美 那些蛋 你看看 散散了 全部可以撿到的 是好吃的 實而不華 它無論豬耳 鴨蝦豬肉和蛋 都是很入味 它那個鴨蝦 即波蘭的鴨蝦 之前我們吃的它更淡 我撒完它 耳蝦 但都是很好吃 原來豬肉很棒 不鬆 老實說 新鮮豬不鬆 在這個滷水汁 我在街上吃這麼多年的滷水 我又不敢說 贏得了 還是輸得了 都是屬於很出色的 不輸蝦 即是你去到最適合的那些 一定不吃 那些芽菜 如果還要再粗一點芽菜 會更加好 大豆芽菜會更加好 大豆就不用了 用芽菜 大豆沒那麼好吃 幸好 好吃 這個蝦多士 又是非常突出的 今天我們看 上次我們來解釋 原來我們每天換身油 只不過是相機 和那個工具 那天我們吃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如果這個蝦多士要給分 可以去到100分滿分 去到95分以上 蝦多士我最喜歡其中一碟 它好吃在什麼 蝦膠有蝦味 它的麵包不會太厚 太厚一點不好吃 它的蝦膠之外 有些新鮮蝦肉 它有些淡水蝦 淡水蝦 淡水蝦 就是由水去彈的蝦 有些新鮮蝦肉再加上蝦膠 它的口感很彈 很好吃 我以前小時候喜歡吃的鳳城蝦多士 很好吃 如果你問我 但這是個人口味 我覺得它的調味可以鹹一點 但這是很個人的 因為他們覺得可以的 因為你可以點那些泰式醬 再去 這個就是黃金煎大腐蝦 說鹹蛋王煎大腐蝦 出色的不用說了 無論蝦 定我的料頭 定我的鹹蛋 全部都是做到一級的水準 它的鹹蛋王 它不是用蒸豬肉餅扁 是用圓的 就是整個不分波 它除了鹹蛋王融之外 就像蝦多士一樣 因為鹹蛋王粒 咬下去就好 兩樣東西 蝦夠大隻 雖然也是好蝦 不夠彈身的 因為平時買到的那隻貨 是更好看 如果用平時彈身的蝦 就一定可以 對,Porture是對的 彈是用線戒 就是阿東說 沒有這個工具 所以這些東西是要精一求精的 阿東出這個菜的時候 因為他買不到平時的蝦 你已經說過了 但還是OK的 魚是不夠爽的 如果再爽一點 就沒得挑剔 味道一流 鹹蛋王一流 好,再去 這個牛腩煲看起來就沒什麼特別 但首先是大煲到你屌 那你怎樣也吃不完 就是這個牛腩煲 我,你,你吃完之後 扯白旗投降 這個牛腩呢 我要跟大家說 我媽媽真的煮東西 我的朋友就知道 早十年二十年 常常在家吃飯 全門吃 包括牛精文都是 因為我媽媽煮東西 基本上已經是酒家水準 而且是一級酒家水準 我吃完這個牛腩 我可能想 我人生之中53年 到底有沒有吃過這樣的牛腩 這樣級熟的牛腩 我想 就是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我媽媽煮的牛腩 但是 我媽媽在那個年代 都喜歡大大小 那些刀工沒有那麼幼細 還有沒有那麼多蔥 是 那這個牛腩呢 我覺得阿東呢 只是這個牛腩 就已經夠韻食了 其他不要說 是 就去買牛腩 牛腩再加牛腩 什麼群記、狗記 所有在街上 我夠膽講 我夠膽講 是沒有一個上街的牛腩 如果有 是你說謊 因為在外面那些 我完全不會回味 無論你哪間多出名 是 是 阿東這個是 只應天上有 人間沒有幾回常 是牛腩之霸 牛腩之禍 這隻牛 如果知道自己要死 要被人湯 要被人吃到肚子 可以吃到那麼美味 他死而無憾 他不只是那個坑腩 大家以為是奔沙腩 還是爽腩 爽腩 雜腩之類 就是蝦腩為主 加上牛麵豬 牛麵豬 你知道以前 現在不要說 專門大埔吃又好吃 真的好吃 群記有出 但群記沒有那麼好吃 老實說 我夠膽跟你們說 如果你說我喜歡吃牛腩 當然不是 有沒有那麼吹脹 哪裏哪裏哪裏好吃 我夠膽一百個小時跟你說 你還沒吃過真正的牛腩 你只不過是吃過你 也不是最好吃牛腩 你沒有吃過波子的牛腩 你就還沒算吃的牛腩 你根本就還沒吃過牛腩 過開你的人生 你以為不是 哪裏哪裏 你不說 你還沒吃過這個牛腩 我告訴你 只有這個牛腩 你還沒吃四萬元 四萬 你還沒吃過牛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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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真的很冷靜 那天說回來 搖搖也在 搖搖的腩子很老 特別是腰 怎麼會有多小 球很大 外表 你不要跟我看相片不同 那些不要提 我差點不認得去 好 接著我再去 這個就這樣看下去 我以為是街邊的碗仔翅 公道地說 這個翅是見得人有餘 這個翅如果是這麼大的煲 其實我想兩三圍桌 兩圍桌 兩圍桌是肯定有的 四圍桌 四圍桌也可以 這麼厲害 這個翅我覺得你賣 對兩三圍桌 我覺得你賣 一圍桌 一圍桌 只寫這個翅寫 八九個水 一千元都不會覺得它貴 是可以的 但是跟我們這次比 當然有距離 他自己也這樣說 那沒辦法 所以我就不會特別挑 但是其實是ok的 是ok的 就是它加點菇 加點菇當然很多 我自己人不喜歡加很多菇 都吃了碗仔翅 其實有些翅街邊碗仔翅 材料都足 很多雞絲 稍然 我也跟他說 不知道他記不記得 如果下次再做這個翅的湯底 你吃得出是夠味的 雖然這個沒有那麼激 因為外面的翅是怎樣 外面因為它熬的湯底 是不夠足料 於是就加味 就要加到 一定 或者用它這些所謂的高湯 這樣就不可以 是 一定是要熬 下次如果它加了鴨 它有雞 它有豬肉 肥豬肉可能不夠 再加了鴨 會更好 ok 好了 但其實是ok的 一般水準 其實你任何人去吃都是ok的 一定有以前的酒餐 當然就吃不到 但是以前酒餐 你說得對 我想和大家說 為什麼這次那麼難吃 我們去普通一般的 他不會避免這些貨 就算所謂的是什麼 三九板我們吃就吃 但是你真的說我要去 富林 去新同樂 就不是說你吃不起 你不會走進去 ok 好 繼續 哇 這個辣酒煮花蘿 照片拍得一般 第一 它是用野生的花蘿 你覺得它比較淺色 我一吃下去 是脆的 完全跟我們平時街市買的蘿 爽的 第二 它的酒有靈有調味 是很清的 我不會在這裡爆它的秘密 就不同 平時我們外出街吃的 是一股濃味 一股辣油味 它不是那樣 加了一些 走歸走 螺歸走 那些螺不入味 要不就擺了一些 它怎樣說呢 擺了一些 就是一些辣油 你只吃了辣油 但是味又不夠精 是的 有時候有些東西會太鹹 它這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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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味得來 亦都清的 不會很隆俗的 最正是因為它用野生 其實很難買的 野生花蘿 是每一粒螺都是爽的 入到味 有些螺有些人都可以開箱去爽 那裡也不算很難看 但入味那一刻 是呀 突得來又不太行 不是簡單的 好了 那時候我已經爆到上身口了 這是哈多斯和這個煮花蘿 是兩碟 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牛腩 好 再去 這個就是冬季燒頂甲 這裡看就沒有特別 我應該這麼說 是達到一般水平以上 絕對是一般水平以上 但是就不會說什麼 真的很入味 即是不會特別給外面的出色 但不錯 是的 但吃得到 阿珍珍就說淡一點 但我反而覺得已經夠了 對 入味了 我就覺得它是 真的完全是OK 真的在酒樓吃到這些都覺得不錯 是 但又不會說 嘩 只能吃到你的舌頭 它這裏是欠了什麼 老的那一刻就入味 炸那一刻 炸那一刻 炸那一刻可以再脆一點 對 脆皮不夠 好 再去 好 回來 因為那個龍蝦我們吃不到 因為那個龍蝦我們吃不到 我這個甜品 我特地不放了 想全部入味 其實那個菜單 就是一個澳洲龍蝦 其實有一隻南澳龍蝦很大隻 但我們已經吃不下了 銀針菌 我說不要弄了 你們已經回家吃了 吃不下 那個甜品那天我們吃了什麼 是椰汁蛋白露 很棒 那個甜品我就是 那個甜品糟糕 因為我覺得是另一個肚子 我已經很飽了 但是另一個肚子 就是這個甜品 吃完一碗就一碗 吃了三碗 馬上喝到我 吃了一碗的肚子 好了 我只是想一猜人頭1200元 說真的 這是一個特別的炮 就是為我們而設的 我稍後就會給它一張菜單 再提升它 再收貴一點 但是我今天也要推介 因為我是很善私地跟大家說 我認為大家 給他一點兒子 給他一點兒子 給他一點鼓勵 阿東 有兩個兒子 一個初中 一個一二年級 一個男人 一家四口 要為生活掙扎 是嗎 而有這樣的手藝 為什麼我說 如果我有這樣的手藝 我就會 為什麼呢 生意 一對手就不是生意 你一定要將它變通 但是我不在這裡說 但是你首先 就一定要有這樣的手藝 每一個人都說 很容易 煮東西很容易 有些人是煮不到 就是煮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要知道 我買新鮮牛腩都可以 你說沒有用的 你先煮給我吃一下 就是說牛腩 其實呢 為什麼呢 在平凡中見不平凡 其實剛才說過 去過蝦多士 那個辣酒煮花 那些酒除了幾款 他還說他加了一隻秘醬 我們不要再說 等他自己說 甚至乎 甚至乎 最初的醉鮑魚等等 大蝦王的大蝦 其實全部都出色 那晚我們沒有說不行 全部都行 是全部都行 是對比任何香港六星級酒店的水準 所以原來有些網友 因為我沒有吃過 跟我說是我的網友 給你說 你幾次去吃東哥 你已經吃過兩次三次 我現在訂第四次 為什麼呢 他是不是好吃得那麼緊 第一他會轉菜牌 第二我吃完好吃 我就想帶我媽媽呀 姐姐去試試 因為我朋友很長 這樣嘛 好了 今天我呢 就不是為了阿東做宣傳 但是我真的 我是要介紹這個開心share 給大家知道 原來在香港 還是可以吃到好東西 他也有便宜有貴 剛才我們那個是特別的餐 我現在首先說一下他的餐 他那個東基私房菜 六人起 六人起 OK的 即是你兩個人比較難搞 六人起 那你說兩個人兩個人 兩個人一起 大家三九五七又不太好 當然 我說他某一個程度 如果他可以逐位上 即是到時他自己去搞 我就沒有空去想 六人起 首先我現在說一個 極上私房宴 東基 你們記住 因為我沒有出圖 880元位 有什麼吃呢 冰鎮花雕幾指醉南非包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 紅燒蝦子大海參 我不知道是什麼心 花膠扒鵝掌 魚翅雲吞雞 我聽見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雲吞雞 裡面塞魚翅 生拆高蟹蒸肉餅 辣酒煮花螺 生魚湯會上素竹生 甜品就是這個 杞子桂圓紅棗黑糖露 這個菜單 880元一位 我覺得一點都不貴 OK 另外 冬季私房菜 這個似乎接近我們剛才吃的那個 冰鎮花雕幾指醉南非包 然後就是 鹹蛋網煎大花竹蝦 泰式海生蝦刺身 沒有技術的 二嬸蝦多士 三選一 中坑滷水拼盤 清湯坑濫煲 芝士龍蝦銀針粉底 OK 真是像我們剛才說的 冬季少爺雞 花雕蛋白蒸蟹 清酒煮花甲 滑辣酒煮花螺 椰汁蛋白露 多少錢位 580元位 這個好經濟 好了 他們也出了一些新的東西 大家其實 你們記不了那麼多 你們可以去Whatsapp 或者打電話給阿東 我不想要這樣 那他再報價而已 是 另外出了一些新的東西 紅燒乳鴿 240元 三隻 這個就是很出色 但是我未吃過 我將會再去一次 我會請老友 或者叫我太太媽媽去 再去一次 而這個菜 我記得之前 東哥有一個朋友 離世 離世前也很想吃這個飯 冬煮了給他 結果趕不切吃 為什麼很想吃這個飯 當然是有回憶 或者有故事 或者是很好吃 這個澳洲龍蝦湯飯 是一鍋的 一台 12人 1320元 泰式黃咖喱蟹 520元 東哥東波肉 一件80元 東波肉這樣 一塊 這麼薄 但是很肥 白花釀鴨唇 不是 是白花釀蟹鉗 鮮的蟹鉗 不是街的 82元一件 香酥白花丸 188元 10粒 蚊南菲吉品 哇 他就這個 你喜歡吃就吃吧 521隻 因為他和我們真的 很難贏得到我們 好了 我們便宜很多 是啊 那這些大家可以自己找阿東 阿東的電話 96798719 96798719 我真的很誠意推介大家 如果你集到六個人 真的要去試一下 因為真的好吃 不是開玩笑 其實我一開始想過 不如我們餵食 但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陪你們 如果不然我們 不如去搞一次宴 收別人 例如八百八十八元一位 我們倆便吃免費 但我今次吃個啤梨 給你了 為了去吃一餐 又要跟你們 很辛苦 所以要遷就你們 那個地址 為何我們說不出 因為他有時會彎仔 有時會搬 那你就問一下他 譬如你方便一下 他怎樣走 記住 你可以打電話 96798719 但上次他也是 都是興奮 那麗位 有兩個十六七歲的女助手 人家拍拖 兩個都不在 除了這個電話 96798719之外 亦都可以上Facebook 找東記私房菜 Like去去 PM他都可以 但你們相信我 相信林康正 你 我為甚麼 我自己在這裡計 哈多士辣酒煮花 香港人很喜歡這樣 算別人的材料不划 首先我沒有這樣划不划 為甚麼 你有可能本事 給你一件值一元的麵包 我吃到我的舌頭也吞進去 你生活一百元 我都要給你的 所以我不是怎樣算材料 但即使你算材料 哪有貴 就這樣說我們那個 八百元一位 就說我們上次吃的那個 醉鮑魚一隻 外面八多元 我當一百元 一百元一隻一位 一隻大虎蝦 其實八多元一隻 起碼要的 那就二百多 蝦多士 我當作幾盒 300元 牛腩 以那個份量 一百元為過 因為我們叫群雞 一個飯碗幾個 就八九盒 那盒牛腩 可以買二百多元 不行 二百多元 哪有買到 我們吃一個飯碗 群雞都八九十元 那盒很大盒 我覺得 他買了那盒 我告訴你 蘿蔔也爽 蘿蔔爽 那盒牛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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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的料都五六百元 因為現在牛腩是很貴的 鮮蛋 我當一百元 四百元 龍蝦銀針粉 我們沒有吃 如果有的 龍蝦千多元 但是很想試 太飽了 六百元 一碗牛腩 怎麼都值得八卦 這麼多碗 我當沒那麼少碗 我當五碗 六百五 乳隔 五碗 七百 那個 什麼 椰汁蛋白 爐 怎麼都要五六十元 那味道 一碗 七百五六 那他收你八百八十元 你吃到這個味道才可以 OK 我真的說得很冷靜 那大家 你們去WhatsApp阿東 叫阿東 給你們餐單 因為你們不記得 自己和親朋戚友 我真的很值得 我特別推薦大家 如果你們吃牛的 一定要吃牛腩 一定要吃牛腩 遲些我可能會和他有些合作 但是那些有限量 我也想給你們一些手藝 多過 我老實說 我有人蒸碗翅給你們 當然會贏了 我的鮑魚當然會贏了 但是 他的手藝也是值得欣賞的 就是 如果混合馬記加東記 可以了 他真的可以了 去碗 去碗 我覺得阿東 真的 譬如澳洲龍蝦湯飯 那些 我想他真的要 我要煮給我吃 因為昨天在家 龍蝦真的很想試 對 要生活的 用些材料 阿東那些是真是美 對 即他連花蘿都和你 野心花蘿 對 那些離奇的 不要說 你說碗碟 但我現在就不太執著 為什麼呢 他整個裝修都不適合 那些是不肉酸的 大家放心 很舒服的 但就不是那種 我們出去吃龍蝦 吃龍蝦的 很糟糕 大佬 大佬 我真的很誠意推介 說真的 你找我找我 都帶你去哪裡 而且現在香港這樣的環境 我覺得真的要吃一餐 便宜便便宜便 used 那些花蘿508 菜蛋也很美 對 好嗎 大家回到WhatsApp 東幾牛腩 開店鍋就讚賣牛腩 就賣東西飯 但是這個牛腩 我真的跟你說 你吃完就知道我沒有吹水 沒有汆水 嘴大吵 你說嘛我媽媽不要說的 你先吃藍了 ok